現在跟大家介紹是可能應該因為我們太常會怎麼樣 簡簡貼貼的對不對 那這個裡面呢 你打開執行了之後 在您的這個 右下角 應該會看到 這樣一個球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因為我們Windows 7以後 他會怎麼樣 這個 小的工具列是會自動隱藏在這裡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各位因為 因為簡貼布常常要用 對不對 常常要用所以 是不是 如果放在這裡 你要多點一次 比較麻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可以來自訂這邊 來告訴他 我哪些應用程式我不希望他 藏起來的 你看像這個 這個我就設定什麼 顯示跟同志 顯示圖示跟同志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 在整理教材也好 或你平常在作業一定常常會怎麼樣 複製來複製去對不對 請問有什麼東西你會進過簡跌步 文字 還有呢 這個 我看一下 圖片 好按優件 複製 還有什麼會經過 檔案 有沒有 檔案也會啊 所以如果我在這邊 好我就cow了這幾個 假設我cow這個 Copy 我用檔案 檔案夾7 好 寶貝 複製 那麼你可以 看一下 事實上我們在剛剛這裡面有沒有 很多 這個其實是我昨天的 所以你發現一件事情 剪貼步 不一定要 今天的 才是 可以留著 好幾天都可以留著 那 圖片 是不是也來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我們用Windows那一件的 很難用 是因為他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然後呢 他只對Office最好 Office不是還有好幾個 蠻多的東西要檢驗會同時用 可是其他應用軟體 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就很好用 那 你看喔如果像我們剛剛是那個 在這裡 我要貼上圖片 我希望貼上這一張 DocDoc 有沒有就進來了 很簡單 好那如果我要插入文字 在這邊 等一下因為這不是打字的 在這裡 打字的在這邊 好 在這裡 DocDoc 貼進來 是不是就進來了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從網頁上 我剛剛這段的文字 是不是從網頁上 有沒有包含 超連結跟那些格式進來 萬一我不想要呢 怎麼辦 因為 我們如果在Office裡面 他只給你一次機會 貼進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是 原格式 還是要 還有重文字 對不對 那萬一過了怎麼辦呢 不行了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 像我們在這裡 假設我要這個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 緊貼上重文字 按一下 這時候只有重文字會進來 格式就不會進來 很單純 那當然 某些如果你不希望刪掉的 他可以保留下來 也就是說 預設的話呢 我們這個 小軟體預設 我記得好像是裝幾次 好像幫你記住30次 你可以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 選項 我這邊預設是30次 有沒有 那 建議各位你回去 唯一要做的就是這個地方勾起來 因為你開機的時候就要幫你記錄 對 因為等你想到的時候就來不及 好所以你這回去勾起來之後呢 那這邊你可以自己決定 最大應該是到1024 可是 你要記到1024 有點可怕 什麼東西都記住 那會變得很長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其實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參考看看 好不好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各位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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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